小女孩敲开陌生大叔家的门 进门就说自己是他死去十年的妻子 跑进大叔女儿的房间 让比自己大十岁的女儿叫妈妈 接着女孩兴奋地跑到楼下 对着大叔王妻的遗像指责大叔 女孩告诉大叔 他是十年前死掉的王妻小慧 偷胎转世成小孩 今天突然想起自己的前世 女儿一听 这孩子有精神病吧 快打电话给他的家人 大叔也是一脸懵逼 询问小朋友名字 女孩称 自己今世的名字叫白石万里滑 小学四年级 看着餐桌上的外卖盒子 小女孩瞬间便领指责大叔 我走了之后 你们吃的都是啥呀 就算再忙 吃外卖也要装在盘子里呀 面对小孩的训斥 妇女二人被问得一愣一愣的 晚六点的钟声响起 女孩急匆匆地背起书包回家 临走前还不忘提醒大叔 十年不见 你未免也老得太快了吧 女孩走后 父亲很惊讶 这孩子说话的方式 和拿盘子装食物的习惯 和你妈妈一模一样 第二天一早 女孩又跑到大叔家中 熟练地从花盆下面 拿出备用钥匙 打开房门 跑进储物间里 找到自己的私房间 接着她拿起相册 看着女儿一年年成长的照片 满是回忆 可翻到女儿十岁生日时 相册变成空白 看来这父女俩 从自己离世后 一直无法走出阴影 女孩急忙打电话给大叔 男人听得一脸懵逼 可就在回家的路上 和妻子约会的站台 竟然出现小女孩的身影